梅兰竹菊尤其是兰花一直被认为是高雅 但是很多花儿在养活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我给大家简单的讲几个 首先第一个就说这个根为什么老是烂 你一定要了解 你看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它的这个根叫肉质气层根 就是说它可以在空气里面吸收水分和养分 你们大家伙遇到的大部分的资料 一般都是花生壳或者松蔻皮 又或者是会用一些椰壳 还有一些食指 比方说一些其他的颗粒 它们的根性都是这种 你看 都是这种肉嘟嘟的 有话说为什么会这种空根呢 看到没 这种根这不就空根了吗 全部空了 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说这个兰花的这个根部这周围 包括它这个根上边 它有很多的这种菌 有一些你比方说固旦菌 解磷菌 你要是说学过一点初中生物的话 应该你会了解一点点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豆 它会长一些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什么好像也是一种固旦菌 就是它可以固定空气里面的氮气 然后呢给它提供营养 那这个兰花根部的这些菌群呢 就很复杂了 有很多种 一般呢都一百多种 它们是共生的 所以说呢 咱们用到的这个资料里面 而大部分的都是一些有机物 你比方说树皮和花生壳 它可以分解在里面的东西 还有一个它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透气性 如果说这个图里面啊 咱们用到的资料里面 没有什么营养了 被分解完毕了 它就开始会内耗根了 所以说呢 兰花也是需要肥料的 但是呢 它叫燕肥之物 你看这个黄色的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看到 这个位置就有两个条粒粒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呢 也是有一定的缓施肥的 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肥料介入的 也就是说给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无筋盐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一定要盖它一个什么点呢 兰花呢 是需要定期的去换土的 一般来说呢 是一到两年左右换一次土 很多花肉养到两三年不换 它就会把根系全部给吃掉了 来供给上面 这个时期呢 就会出现各种的一个病了 你比方说 黄尖了 黄叶了 营养不够了 也不长了 所以说该施肥的施肥 资料一定要定期的换 你只要注意这两个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会遇到一些黑斑 你看一些网红的话 会让你用一些杀菌药 杀菌药是肯定要用的 但是呢 如果说过分的用大量的杀菌药呢 就会把它的医生菌药给杀死 所以说 花儿没有 一定一定要注意 培育一个兰花呢 该杀菌呢 是要杀菌 资料要做到无菌 整个的植株要进行杀菌 那之后呢 就是注意定期的换资料 适当的来一点点肥料 别的也没什么很多的大问题啊 尽量不用泥土 如果说你没条件的臭保养兰花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很苦恼的事情 那 下一期 或者有时间吧 我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兰花如何更换资料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对 还有一个是 就是 花儿们问这个 为什么不开花 大部分的兰花呢 都是在春秋天开 夏季高温 兰科十湖多肉类的 它都休眠 这个时候你如果大量的用肥 和大量的浇水的话 可能会导致腐烂 或者说暴毙 懂这个事就行啊 就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吧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 有没有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短一 来了吃吧